普通人猝死的原因和运动员猝死的原因不一样 想必最近这个新闻 咱们国家优秀的年轻羽毛球运动员张志杰去试这个新闻大家看了 好多人就讨论都在说这个心原性猝死 普通人常见的心原性猝死的病因是冠心病 就是急性心肌梗死 占比75% 剩下的才是心肌病 恶性心理失常 而对运动员猝死常见的病因并不是急性心梗 而是心肌病和恶性心理失常 比如说离子通道病等等 所以说张大夫今天录个视频 想告诉大家的是 实际上好多人讨论他不在一个层面上讨论 你要是说普通人猝死的病因 的确就是急性心梗 预防好心梗 管好血压血脂血糖 尤其是低密度止蛋白 有健康生活方式 同时对于一些有症状的人及时就医看病 而运动员他最常见猝死病因 他不是急性心狗 他是这种心肌病 或者说恶性心理失常 这就需要早期的进行筛查 有的人筛查起来并不容易 但是需要比较专业的医生来参与 所以说张大夫今天录个视频再说说这个事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普通人和运动员还是不一样的 最近我也尽量给大家多讲这方面知识 大家如果关注的话 可以点个关注 咱们后头有机会说更多 感谢观看